這顆是蜘蛛鳥的Alpha 45公升的背包 那它原則上是30公升 那有需要的話可以延伸到45公升 然後我整個的背包設計得相當的簡潔 沒有任何的側帶,沒有底帶 然後邊邊設計這邊是有像這樣子的部分 有需要的話可以再掛線上去 可以外掛東西 就是像這個樣子 然後登山杖的掛也是像這樣子 它設計這邊可以掛東西也可以掛冰符 那要拿取的話也很簡單 只需要像這樣子 OK 這樣子就可以拿起來了 這邊可以拿起來 好 那這邊當然也可以再夾一些東西 再外掛一些東西 不過原則上如果能不外掛 我就盡量不外掛 然後背負系統的部分 那它是有一個硬的一個背板 然後可以稍微提供一下支撐的作用 肩帶跟腰帶 肩帶它這邊還有一些比較薄的泡棉 腰帶的部分就是完全就沒有泡棉 就是一般的冰織帶而已 這個背包它是輕量化的背包 然後空重的話690公克 那最是負重的話 我最重之前有測試過 最重是背到11公斤左右 那已經覺得 肩膀已經覺得有點負荷了 所以說我想 可能超過12、3公斤 可能就會比較不適合 在國外人家的測試是說 15公斤是OK的 不過我想這也是應該 應該因人而異吧 那這個背包呢 它是32到45公升 它原則上就是一個大型的防水袋 它的布料都是防水的 然後上面的設計 是像這樣子 就跟我們在收納衣物的防水袋式一樣的設計 這樣子捲起來 然後扣起來 然後都有防水膠條 包括背包裡面也都有防水膠條 然後 如果是裝到紅色部分為止的話呢 就是32公升 裝到上面這邊延伸的部分呢 就是42公升 好 那現在這個背包裡面 已經裝了 我打算去北一段七天 有六個早餐 六個晚餐 七天的行動糧 這些裝備 我把它裝進來 總重的話差不多是 10到10.5公斤左右 那打包的部分呢 行動水500 行動水500 我用水袋 然後放在 整個主袋的外面 這邊還有一些空間 然後 這個是 雨褲 雨衣的話 在行進間 我可能就會把它直接夾在外 就會把它直接夾在這邊了 那雨褲跟 如果下雨的話 綁腿 放在最上面 這樣子真的 下雨的時候可能很快的 就可以拿到這些東西 然後 這裡面 是 行進間休息的時候的 保暖的衣物 一個 BUFF的頭巾 然後 羽絨衣 然後外面套著一個 一件薄的 防潑水的 風衣 這樣子如果下雨的話 在穿羽絨衣的時候 就不會被淋濕 然後再 很快的再套上 雨衣 好 這個是 保暖的衣物 也是放在這上面 因為一休息的話 就會要穿到 然後 早餐 跟晚餐 然後 取水的水袋 濾水器 頭燈 頭燈 這些都會 可能會用到了 就會把它擺在最上面 然後 眼鏡盒 有沒有放眼鏡 引擎 眼鏡 這個是 沖水的水瓶 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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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斯蛋 茶包 用一個 900ml的一個 胎鍋 把它裝在一起 吸水毛巾 之所以 會這樣子 0033沒有用一個大袋子來裝的原因是 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比較有效的 利用整個的空間 就比較不會有空隙 尤其是像這個背包比較小 雖然說 整體的重量沒有很重 但是這個背包的空間 裡面的空間還是比較小 所以說要盡量的 有效的利用 空間 行動量 其實 幾乎 的空間都是拿來放吃的 這邊有一個防水袋 放一些比較怕水的一些 充電的行動電源 跟備用的電池 備用的打火機 然後 這個 檸檬片跟化煤 可以 有助於解渴 所以說 行動水部分 就不用帶那麼多 這個是 醫藥包 裡面有 感性風袋 點酒 一些個人的藥物 機內效貼布 這一些的 泡面的部分 因為它可以用的比較平整 所以說 我就會用袋子把它裝起來 這樣子就不會影響到空間 就比較不會有那種 機靈的空間出現 然後也是一樣 剛剛 塞泡面的邊邊這邊 有空隙 那都是 像這樣 塞滿了 各式各樣的 零食 行動量 更多的行動量 因為原則上 我是 不吃午餐的 就是 每2.5個小時 就 這樣 都一份一份 這樣子包好 每2.5小時 就吃一份 這一份的熱量 差不多是500大卡 左右 然後 重量差不多都是每一份 重量平均是90克 左右 這樣就不會 吃過頭 然後 一大堆 行動量 有 20份 各式的行程 大概會走49個小時 這是根據 行程紀錄的 然後 也是一樣 更多的泡面 因為這也是比較平 可以比較平整 所以就這樣包起來 然後 吃完的零食 好 接下來到下面這邊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 放的就是 外臟 然後 睡袋 備用衣物 睡墊 露宿蓋 這一些的 它是 直的放進去 那我們知道 直的這樣放進去的話 中間都有空隙產生 那這些空隙也是一樣 全部就都塞滿了 行動量 好 這個是 這個是 MLD的 Graystop 一人用的外臟 這個 露宿袋 雖然說是三屋行程 不過 因為 我覺得還是帶著比較好 睡墊 所以 Summerlis的 Neo Air的 睡墊 很輕 很保暖 然後 最主要的 雖然說這個背包是防水 但是 睡袋 備用衣物 這個是絕對不能夠濕的 所以說 就還是 再用一個 Grayntiger的 Event的壓縮 防水袋 把它裝起來 無線電 如果用到的話 就慘了 然後 剩下來的 還是零食 好 這個是 地步 跟銀釘 更多的零食 如果多天行程的話 我會帶 像這一種的 維他命棒 這個跟一般的 能量棒不一樣 是它 比較主動在 維他命的補充 因為我都是吃泡麵 吃零食 這個是 枕頭 P-Low P-Low X 我覺得 相當的划算 這個重量 可以讓我睡得很好 支撐性很好 睡起來舒服 好 那這個就是 另外邊邊有綁的 這個就是 坐墊 我覺得在高山上面 如果要休息的話 如果是下雨天的話 那要坐下來休息的時候 有墊這個 屁股就不會那麼濕 好 這個就是 整段的 裝備 大概就是像 全部堆起來 就是像這個樣子 那兒 呢 還是 有 有 沒有 那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